好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四阶段第十二课的学习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将进入我们第十二课的第二个小节 也就是我们这个SPI接口与FLIX存储器实验的这个理论基础 好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需求 以及我们这个实验的目的 好 我们实验的需求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几个实验 我们要完成以下几个需求 首先呢 就是要实现通过我们这个SPI接口 对我们这个FLIX存储芯片 这个芯片的型号呢 是W25Q128 大家注意 具体这个型号的这个解释呢 我会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芯片手势的时候给大家来讲 然后我们要实现对这个具体的一些操作呢 就有这个对这个芯片是否存在做一个检测 然后呢 要读取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数据 读取它的数据 并且具体的一个读取的方式呢 是通过我们这个按键 首先我们如果按下这个按键1呢 我们会执行这个读操作 并且呢 最终我们会把这个数据通过串口 通过串口和我们这个PC连接 并且打印到我们这个PC的显示屏上通过这个串口助手 然后呢 我们还要实现我们对这个芯片的一个写入操作 我们如果通过按键按下这个按键2呢 我们执行写入操作 并且呢 我们写入的东西呢 是固定长度和内容的一些数据啊 好 通过我们的这个实验呢 我们要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首先呢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这个存储器 W25Q128的一些特性 IO以及我们这个编程接口啊 所以我们重点呢 就是要掌握它的编程接口 好 然后呢 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SPI接口的功能 以及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 我们这个SPI接口的一些特性 然后呢 我们要重点来学习 我们这个SPI接口的一个编程方式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SPI接口呢 还是使用我们这个SAMSIS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酷函数 我们直接使用酷函数 因此呢 正面不会过多给大家讲一些比较底层的一些操作 好 我们直接使用酷函数 然后呢 我们会学习通过SPI接口对这个存储芯片 进行我们这个检测以及读写操作 也就是我们这个实验需求的一些要求 然后呢 对以上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再版的一个调试和实现 好 下面呢 我们进入我们这个第二个小节的 第二个知识点的讲解 就是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SPI接口的flash存储芯片 我们这个W25QXX的一个简介 这个XX呢 后面是代表它的一个容量啊 不同的容量呢 后面这个后缀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要看这个W25Q这个系列的这个芯片呢 首先呢 我们就需要去看我们的这个数据手册 我们的数据手册 好 我们把它这个数据手册打开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W25Q128的一个数据手册 这个是Winbank公司出品出的一个CPU啊 然后呢 这是一个SPI接口的一个flash啊 这一开始就给他讲了 这是一个SPI接口的一个flash 好 然后呢 像这个副标题呢 就是它的一些 它的一些特性了 比如说它是一个三伏供电的 并且呢 是128个比特的 好 这个128个比特呢 实际上就是128我们除以8啊 就是16个啊 应该是16兆16兆字节的一个容量啊 这个SPI接口的flash呢 有16兆字节的一个容量 然后呢 它是一个串性flash的一个存储器啊 并且呢 它是它有一个SPI接口 是一个双路的一个SPI接口 好 我们对这个数据手册呢 对于我们做这个这个芯片啊 对它要进行一个编程的话呢 我们重点呢 就是要看两个地方 首先呢 就是要看它的一个 管脚的一个说明啊 这个 这个第四个小节 就是这个管脚的说明 为什么要看管脚说明呢 因为我们在对这个SPI接口这个flash已经编程的话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MCO对它进行操作的 然后呢 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操作这些管脚 我们操作这些管脚 通过对这些管脚 比如说时钟信号 我们要给它产生时钟 我们的使能信号 我们就让它使能 我们还要对它的一些数据信号 然后我们要对这些数据信号进行读写操作 因此呢 我们首先就要了解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管脚信息 然后呢 我们还要知道它的这个编程接口 好 我们还要知道它的这个编程接口 这个是SPI的一些操作 我们这个接口是SPI 然后呢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SPI的一些操作 变成接口的一些操作 好 我们还需要了解我们这个第七个小节的这个内容啊 就是我们这个 它的一些状态寄存器 以及它的这个指令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要访问我们它 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存储单元啊 我们这个存储单元啊 我们这个存储单元 那么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这个SPI接口 我们通过这个SPI接口 我们通过这个SPI接口 向我们的这个 芯片 好 我们通过这个SPI接口 好 我们通过这些呢 就可以对我们这个芯片内部的这个存储单元呢 进行一个访问 所以说呢 我们还要了解我们这个状态寄存器 以及我们这个指令的一些内容 好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嵌入式 终端的一个软件的开发者需要了解的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硬件的开发者呢 你还要需要了解它的一些 一些封装信息啊 还有它的尺寸 这个就是它的第三节 它尺寸和封装信息 然后如果你是做一个整个系统 要对这个芯片选型呢 那么你就要对这个芯片的特性 有一个了解 比如它的一个容量 它的一个温度范围 它的一个 比如说它的一个工作寿命 这些还有它的 甚至还有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价格 以及什么时候停产 这些呢 都需要进一个了解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作为一个嵌入式 软件的 底层软件的开发人员啊 这个中端软件的开发人员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数据手册 首先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这个 W2Q 这个系列的芯片的一个管角的介绍 好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数据手册 在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管角之前呢 还是给大家大概看一下我们这个芯片的一些特性 好 在我们第一个小节呢 就对这个芯片特性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描述 这个内容呢 就是从以下几个部分啊 对这个芯片的不同的特征进行了一个描述 首先这个第一个段落呢 就是对这个芯片进行了一个总体的一个描述啊 这个同学们下来自己看一下 比如说讲这个是HPI接口的 并且它供电电压呢是2.7V到3.6V 然后第二个段落呢 就是对这个芯片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存储器的一个组织 进行了一个描述 首先呢 就讲了 我们这个芯片呢 是分成了这么多个可编程的页啊 65536这么一个可编程的一个页 并且每个页里面呢 有256个直接 一次呢 可以对我们这个256个直接进行一个编程 然后还有后面的一些内容 这个大家呢 下来呢 自己把这个英文的这个内容呢 自己来看一下 然后呢 第三个段落呢 就是讲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编程特性啊 我们这个HPI的一些特性 好 我们这个HPI呢 是一个高性能比较高的一个双路 或者是三路的一个输出的一个HPI 然后这个后面是具体的讲了这个HPI的一些信号 以及它的一个速率啊 这个详细的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给大家讲 然后呢 最后一个段落就讲了我们这个芯片的其他的一些特性啊 比如它有一个保持角 还有一个数据鞋保护的管角 并且呢 可以通过编程 对这个芯片进行一个鞋保护 防止意外的一些操作 然后并且呢 这个鞋保护呢 是从底 或者从顶的完全的一个鞋保护 完全的一个控制啊 好 然后 这些内容呢 就希望大家呢 自己下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第二个小节呢 就讲我们这个芯片的一些个 一些具体的一些特性啊 比如说它的一个HPI的一个速率 它的一些 它的一些memory的一些组织 还有这个HPI的一些 Io的一些特性 还有这个 读 读写的一些模式 以及我们这个供电 还有它的温度范围 它负四十度到正85度 以及我们这个 它的一些 4K的一个扇区的一个组织 还有它的 其他的安全特性啊 这个呢 也是希望下来呢 自己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封装特性 好 我们 第三个小节目不看啊 这个主要是它的一封装特性 对于做这个硬件电路设计的 这个设计人员呢 就需要 查看我们这个第三个小节 好 我们主要看一下我们这个Io 大家看我们这个芯片呢 它有 它比较简单 它其上就八个Io角啊 但是对这八个Io角呢 我们都要一一的了解 首先这个CS 它是一个偏选信号 大家注意啊 这个CS这打了一个斜杠呢 表示它是低有效啊 表明它是低有效 还有这个WP也是 这打了一个斜杠 表明它是低有效 这个WP呢 就是一个斜保护的一个输入 如果我们把这个电瓶拉低呢 那么它就将进入一个斜保护的状态 这个时候数据就没法写入 这个D Dout D0呢 不是 这个是一个是Doutput 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输出 然后这是一个D型号 然后这个D的input 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输入 然后这个CLK呢 就是我们这个 HPI接口这个时钟信号 这个Din和Dout也是我们HPI接口的信号 然后这有一个保持信号 还是保持输入的一个信号 然后这呢 有一个VCC 也就是给我们这个供电电压 好 我们这个管角呢 管角信息呢 实际上就这么多 就是8个管角 然后实际上我们要 对它进行编程的管角呢 有以下几个就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我们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片源信号进行一个编程 因为我们要使用这个芯片 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对它进行一个选中 就要使用这个片源信号 然后我们这个SPI的Doutput和Dinput 以及我们的CLK 这几个信号呢 也是需要进行一个编程的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要用到我们这个写保护的这个功能呢 我们也要对这个WP这个IO进行一个编程 好 并且呢 对这个HOLD这个信号呢 我们在进行一些读取操作的时候呢 也要对它进行一些编程和控制 好 这个具体的编程方法呢 我们会在后面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W2QA系列这个芯片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组成 以及它大概一个工作原理 这边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 然后我们还是看到我们这个数据手册 好 这后面呢 都是 这后面是其他的一些封装的一个管脚信息 我们用的是 我们开发上是这个封装 这个比较简单 8个角度 这个封装 这些其他封装的一些IO信息呢 其实IO是没有接的 很多IO是空IO 我们还是要用的 还是主要的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8个IO 好 这是它的Q 其他的一些封装 好 下面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芯片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组成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第四个小节呢 是对这个芯片的一个管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描述啊 这个呢 它第四个小节最对每一个管脚进行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描述啊 这个呢 同学们下来自己来看一下 刚才我大概给大家已经讲了 我们这个每一个管脚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功能 好 然后第五个小节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 它的一个内部块的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组织结构 进行了一个描述 比如说我们这个芯片 内部的一个描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缩小 大家看 首先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芯片啊 大部分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存储 它大部分是由我们的这个存储器组成的 然后呢 它还有一些 寄存器 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寄存器 来对我们这些存储器里面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读写操作 然后它除了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这个 它的一些存储器 大家看啊 这一块就是它 我们这个芯片的存储 存储部分 存储部分 然后呢 存储部分过了以后呢 还有它的一些控制部分 控制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它的一些控制部分 好 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SPI接口的这个控制器啊 它内部的一些SPI接口的一些控制逻辑 然后我们这个芯片的一个组成呢 实际上 简单来说呢 就这样子吧 首先呢 它的最主要的 就是它的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 好 存储单元 然后过呢 就是它的这个 寄存器的一个部分啊 这个寄存器呢 大家就可以理解成 我们这个存储单元 和我们这个 外部沟通的一个媒介 然后我们是通过 然后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SPI的这个逻辑 好 我们SPI的这个控制器啊 控制器 实际上这是一个SPI的一个重设备 好 实际上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工作原理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SPI接口 好 我们给大家画一下 通过我们这个SPI接口 SPI接口呢 实际上是连接到我们这个MCU上面的啊 我们连接到一些外 外部的一些CPU上的一些控制器上 通过这个SPI接口呢 我们就可以去 访问 一个是首先我们可以访问我们的一些寄存器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PI接口呢 还可以发送一些指令 通过这些指令呢 通过这些指令呢 我们就可以访问我们这个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重设备啊 刚才大家讲的 它是一个重设备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SPI接口 通过SPI接口访问我们这个设备内部的这个SPI重控制器 然后就可以去最终通过这个指令 以及防我们这个状态寄存器啊 以及我们这个通过一些指令 就可以去直接去防我们这个存储单元 好 这个寄存器和指令的内容呢 在后面会给大家讲到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WRQXX我们这个系列的这个编程接口啊 好 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数据手册 好 我们这个数据手册的第六个小节呢 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SPI这个的操作啊 我们这个SPI接口的操作 然后呢 它又分成了几个部分来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SPI这个标准的这个SPI指令 然后呢 是我们这个双路SPI指令 以及我们这个三路SPI指令 还有我们的这个保持功能 以及我们这个写保护 写保护这个操作啊 这个我们管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PI的一些操作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标准的SPI的这个指令 然后这个标准的SPI指令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芯片啊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标准的SPI总线啊 来进行一个访问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提供四个信号 大家注意啊 首先就是这个时钟信号 骗选信号 我们这个数据的输入 以及我们这个数据输出 我们这四个信号 这里面呢 我们我们的这个实验啊 主要就是用了我们这个标准的SPI指令 好 然后呢 正如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标准的SPI指令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输入 数据输入这个信号呢 对我们的这个进行一个串行的一个写操作啊 进行一个串行的写指令 这个时候呢 就会写入什么呢 会写入 大家看会写入指令 地址以及我们这个数据 啊到这个设备 并且呢 它在什么时候写入呢 它是在我们这个时钟信号的这个上升延 进行一个写入 啊 这个是上升延 然后呢 这个数据输出的这个管角呢 就会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输出的管角啊 我们可以去读取 或我们这个 芯片的这个数据 内部的这个存储的数据 以及它的一些状态 然后读书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啊 是在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时钟信号的下降延进行一个读数 好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所谓的上升延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下降延就是这样的 这个大家呢 一定要对这个上升延下降延呢 这个CLK信号 在我们这个组 在我们这个SPI的组设备 在我们处于这个带 保持状态啊 我们数据还没有被传输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CLK这个信号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模式0下面呢 我们这个CLK信号呢 它平时低的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 CS片选信号 在我们这个片选信号 的下降延或者上升延的时候 我们这个CLK信号是保持一个低电频 然后在我们这个CS信号的上升延 或者下降延的时候呢 在我们模式3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CLK信号呢 就是一个高电频 好 然后后面这两种SPI的这个指令呢 这里面呢就先不给大家讲啊 大家下来如果需要用到这种 比如说双路的一个SPI指令 或者一个三路的SPI指令呢 那么我们可以再把这个6.1.2和6.1.3 再好好的看一下 然后后面呢就是它这个芯片的一些 比如说鞋保护啊 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好 然后呢我们这个第7 第7个小节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寄存器 以及我们这个指令做了一个描述 好 大家注意我们要访问我们这个 SPI接口这个Flash这个存储芯片呢 我们除了可以访问它的一些寄存器 我们这个状态寄存器之外呢 我们还要通过我们这个一些指令 通过这些指令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 对这个芯片进行一些操作 而这些指令呢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SPI接口啊 进行一个传送的 而因此我们通过这个SPI接口呢 我们可以发送指令 我们可以发送这些指令 这些指令呢实际上都是很关键的 对我们读这些读数据 发送各种各样的指令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 我们这个寄存器的一个读写 好 通过这两点呢 通过这两点呢 我们就可以来操作这个芯片内部的一些存储单元 好 然后这个指令和这个寄存器的内容呢 就希望大家下来呢好好看一下 好 我这个7.1呢 就是我们这个状态寄存器的一些讲解 好 我们这个7.1都是一些寄存器的讲解 然后我们这个后面呢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后面呢 就是对它的指令的一些讲解 我们这个7.2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指令的一些讲解 好 大家可能比较重点的呢 就要看这几个指令啊 好 首先呢 就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读取ID的这个指令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个7.2.1 我们读取ID指令是怎么读的呢 实际上我们就要发送这几个字节 大家看啊 ABH 90H 92H 94H 这几个字节 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发送 发到这几个字节呢 我们就可以读到我们这个 它的一个出厂的一个ID 然后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 这有一个指令的一个列表啊 我们重点呢 就要看一下这些指令 我们这个读取始能 好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读取禁止读操作 还有一些读状态寄存器的一些指令 以及呢 我们这个页编程的一个指令 还有一些插除指令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块插除 我们这个上去插除 我们这个块插除 还有一个整片插除 这些指令 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关心的一些指令 像这些指令呢很简单 就只有一个字节 它的功能呢实际上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这个指令的名字 这就代表我们这个指令的一个功能 好 我们后续呢 在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编程里面呢 我们就会用到这些指令 然后在后续的这个代码的一个讲解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解 我们如何通过这些指令 来对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些读取和写入 好 这是我们这个指令的 第二个表 这是一个数据的一个读操作 这是快速读数据 好 然后这些下面呢 后面的内容呢 现在同学们呢 下来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这个W25Q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W25Q X8 这个系列的芯片的一个主要的应用啊 它其实是一样呢 它是一个Flash的一个存储器 并且由于这个芯片的这个容量呢 不是很大 因此呢它主要用来存储一些 小规模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啊 一些姓名啊 年纪啊 这些一些小的信息 当然它肯定不会拿来存一些地图 之内的一些信息 好 它的主要应用呢 就是进行一个容量不是特别大的 一个数据的一个存储 大概容量就在十多兆 差不多十多兆的一些数据 量级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存储 好 下面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 这个SPI接口的一个简介啊 这个SPI接口有些什么功能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SPI接口呢 就是我们主要通过这个SPI接口呢 可以对我们的这些芯片 对我们这些一些外围的芯片呢 进行一些访问 对外外设啊 通过我们这个接口呢 我们主要是对外设进行访问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SPI接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 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这个数据手册啊 关于我们这个SPI接口的一些介绍 好 我们还是直接打开我们的这个中文手册 就是我们找一下这个SPI接口的这个章节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这个SPI的这个接口的这个章节 好 这个27道 串行外设计口SPI 好 首先呢就是对这个SPI呢 做了一个简介啊 这边呢先有个概念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SPI接口啊 它分别 它连接的两个设备呢 它是有主重之分的 这个是SPI接口 它呢 分别 要连接两个设备才能进行一个通信啊 然后这个设备呢是有主重之分的 有一个主设备 还有一个重设备 在我们这个实验中呢 我们这个MCO呢 就是我们这个ST32F407呢 就是我们这个主设备 这个就是我们的MCO 那我们这个存储芯片呢 W25Q128 就是我们的这个重设备 因此呢 我们每次会通过这个主设备 主动的给这个重设备发送一些指令 然后从这个重设备里面呢 去读取一些信息 然后这个CLK呢 一般都是由主设备来提供 好 这个CLK 一般是用主设备来提供的 好 这个概念呢 大家要搞清楚啊 好 这个27.1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SPI做了一个简介 这个呢 这个呢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念了啊 这个 大家呢 下来呢 自己来看一下这个SPI的一些介绍 好 然后呢 这个SPI的特性呢 这个27.2的这个小节呢 主要就给大家讲了这个SPI的 这个iPhone S 我们先不去管它 它主要是一个音频的一个 一个串型的一个接口 主要是用来处理音频的 好 然后我们这个主要是看一下 我们这个SPI的一些特性 好 我们 这个SPI的特性呢 也是希望大家下来呢 自己来看一下 这个 都是中文 我也没必要给大家一一的去念 然后如果碰到有些不不清楚 一些概念啊 这个呢 就希望大家呢 首先去百度一下 好 实际上这些概念呢 这个不特律 大家肯定都很清楚啊 这个 从主充模式 刚才给大家讲了 好 然后这个 好 这个iPhone S的特性就不说了 好 然后我们这个27.3这个小节呢 就给大家讲 这个SPI的这个 一个功能的一个介绍 好 然后这个 首先这个 这个图呢 就是SPI的一个 内部组成的一个框图啊 这个呢 同学们下来自己看一下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我们真的这个SPI的 这个四个引脚的一个功能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MSO 这个框呢 这个框呢 就是我们一个主设备的一个输入 重设备的一个输出 那么这个框呢 实际上就应该连接到 我们这个 重设备的一个 这个输出的这个数据 信号上去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DOUT啊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个 存储芯片 W2Q128的一个DOUT 信号上面 好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框呢 主要是在从模式下 进行一个数据的发送 和主模式下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接收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这个 主程模式下 它这个 管脚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这个呢 这个MOSI呢 就是相反的 我们这个 英文实际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M呢 是Master 就是主输出 O就Output 这个 S呢 就是Sliver 就是我们的重输入 所以说通过这个 它的这个管脚 这个 英文的这个简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管脚的这个功能啊 然后Slk呢 就是我们这个时钟信号 如果是主器件呢 就由我们这个主设备来产生这个时钟 好的 这个NSS呢 就是这个重设备的一个选择 实际上就应该连接到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W2Q28的这个CS的这个片选信号上面 好 这个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一个 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框图啊 这一个是主 一个是虫 好 这个大家呢 要搞清楚啊 我们这个有一个主一个虫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主设备呢 就提供了我们这个时钟啊 我们要有一个SPR 使用一个发生器 给我们产生时钟 好 这个呢 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 虫器件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引脚的一个管理 我们可以通过软件来管理这个片选信号 也可以通过这个硬件啊 来管理这个片选信号 好 我们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这个功能呢 我们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SPI 配置成主器件啊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实验里面呢 我们是用的 这个主 模式 我们MCU 是一个主设备 好 要把它配成主器件呢 就有以下的这七个步骤啊 这七个步骤呢 就 就不给大家念啊 大家下来呢 自己来看一下 这七个步骤是如何配置的 然后对应到我们的这个 呃 程序呢 可以对应到我们程序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程序和这个步骤呢 是否匹配得上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发送的一个序列 就是我们主设备的一个发数据的一个序列 然后呢 这是我们主设备一个接收的一个序列啊 主设备接收的一个过程 好 这个呢 都讲的很详细啊 大家下来呢 自己来看一下 尤其是要对应到我们这个代码来看 好 这个呢 就是 讲到我们这个主设备的 它的一个中段的一个写 TI的一个协议啊 HPI的一个TI的一个协议 它是一个另外一个协议啊 这个里面呢 就给大家讲 好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看一下 好 然后呢 就是这个SPI的一个中段的一个说明 它这个SPI呢 主要它内部呢 有以下几个中段 如果要用到这个SPI中段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对这个中段请求呢 有一个了解 好 然后呢 这个27.5呢 就是对这个SPI的这个计程器 进行的一个说明 这个呢 就在我们的后面 我们看这个CMSIS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 具体的看到它内部的一些代码 可以对应到我们这个计程器 来进行一个查看啊 这里面呢 也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下来呢 可以自我自己也能把这个 寄存器的内容看一下 好 我们关于这个SPI接口 我们这个STS-RF407里面 对于这个SPI接口的介绍呢 先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呢 我们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这个电路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PI接口 和我们这个W2Q系列这个芯片连接的这个电路 好 这个芯片呢 实际上就这个 很简单 大家看就八个腿 然后这几个角呢 除了这个电源和这个D 好 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 电源呢 主要是有两个 这个一个主要是一个VCC 然后这个WP哈 这个写保护这个关脚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直接把它拉高的 就说明我们这个写保护这个功能呢 相当于一直都不会去用 因为它是低电平台有效 而这个时候 我们没法去控制它 我们直接把它拉高了 所以说说明这个芯片的暂时 是在我们这个开法上 是没法处于写保护的这个状态的 然后呢 我们主要去看一下我们这几个角 这个偏选信号 还有我们这个输出信号 以及我们这个输入信号 还有时钟信号 这四个信号呢 实际上就是连接 直接连接到我们这个 这个MCU这个IO上的 这个偏选信号呢 是连接到我们这个偏选角的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具体的一个连接啊 好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SPI的这个信号呢 就是这几个信号 好 我们的 时钟信号 是连接到我们这个PP3 这个引脚上的 同时呢 它的第二功能呢 就是SPI3的CLK SPI1的CLK 然后我们这个 SPI1的这个 主输 主输入 然后重输出这个信号呢 就连接到我们这个PP4上面的 它也是SPI1和SPI3的 MISO的信号 它的第二功能 然后我们我们这个 SPI组输出 重输入呢 是连接到我们PP5上的 就是这个角 它也是SPI3 SPI1的 MOSI的信号 因此呢 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啊 就可以直接使用它的这个 第二功能 直接利用我们这个 STM3F407里面的这个 SPI信号发生器啊 来直接 对这些管脚进行一个编程 从而不用呢 我们通过这个 普通Io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 重新来对这个 SPI这个 这个硬件这个协议 重新来进行一个 模拟的实现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然后我们这个 CS信号呢 是连接到我们这个 PP14这个管脚上的 这个 这个信号呢 可能就需要我们 对这个Io进行一些操作啊 什么时候 选中我们这个芯片 什么时候 不选中我们这个芯片 就需要进行一个操作 好 这个原理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好 我们这个 原理图的工作原理呢 实际上也没什么好讲的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通过这个SPI接口啊 对我们这个 数据 进行 对我们这个 W25Q系列的芯片的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些 读写啊 然后 我们这个 MCU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设备 我们MCU就是我们这个 主设备 我们这个 重设备呢 就是我们这个W25Q 128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 SPI接口 进行工作 这个电路工作原理呢 实际上就这样子的 好 我们这个 小节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小节呢 就将给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 实际这个代码的一个 分析实现啊 以及我们这个 这个 读写实验的 一个运行的一个演示 好 我们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